在許多知名動畫的劇情當中 主角們如果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時 通常可以靠著融合來誕生更強大的力量 那正巧在遊戲王的世界裡 也有著可以讓怪獸結合的融合召喚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拋笑的馬鵝 騎上了詛咒之龍 隨後又四處亂騎的蓋亞 與藉由納記加千眼邪教神登場的反派王牌 千眼納記神 aka密集恐懼症 雖然在遊戲王的動畫當中 融合怪獸登場後 大多都能成為對局的關鍵 然而史卡中怪獸的融合呢 卻不一定都會是完美的結果 就像是飛天小雨景的尤教授 在加入糖香料與美好的味道後 不小心加入了化學物X一樣 有許多的怪獸在融合之後 意外的變成了與原本怪獸 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甚至他的怪獸在融合之後 變得比原本的能力還要來的弱 讓人懷疑是不是來搞笑呢 這些怪獸雖然實際能力變弱 但卻也意外的讓他們走紅 變成了玩家們常提起的存在 那今天呢我們就來介紹幾個 極度爆笑且意義不明的 有名融合怪獸 音樂家帝王 首先第一張融合怪獸 就必須由我們初代遊戲王 雅圖姆與Johnny Steps的對局中說起 Johnny Steps雖然是20年前的角色 然而他的牌組卻是超前部署 放入了超多的妹子牌 不但有著解系的英語 還有著氣死滿點的豎情精靈 甚至是卡圖擦邊球的水之舞娘 就在雅圖姆使用詛咒之龍 破壞了自己心愛的怪獸之後 Johnny決定要集合妹子的力量 把黑森林女巫與高等女祭司 怒融合一波 那兩個優雅的妹子融合之後 觀眾們都期待會登場 顏值與效果的天花板 然而卻登場了令人傻眼的一幕 蛤 這什麼啊 沒錯 音樂家的帝王會有名的原因 就是因為兩個女性怪獸融合之後 在兩隻魔法十足的怪獸融合後 音樂家的帝王保持了原有的種族 而屬性則是繼承了女祭司的光屬性 這個... 怎麼看都是暗屬性才對吧 他看起來很crazy 兩體素材的攻擊力都是1100 在融合之後的攻擊力 來到了意義不明的尷尬數字 1750 雖然身為素材的黑森林女巫 本身有著大範圍檢索的能力 然而性轉之後 卻變成了完全沒有效果的白板 令人好奇融合時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雖然變成了沒有效果的怪獸 但音樂家的帝王在登場之後 意外的還蠻搶納 不但擊破了雅圖母的精靈劍士 還配合了魔法反射裝甲 反殺了詛咒之龍與岩石的巨兵 最終是見到了王牌黑魔導 才真正的下台一鞠躬 音樂家的帝王出名的原因 除了這個性別組合太特別之外 方面也因為明明有著超強的素材 結果卻沒有效果出名 然而有一個怪獸卻更加的誇張 三眼小巫師 除了黑森林的女巫之外 如果提到另外一張超強檢索卡 玩家們第一時間想到的一定會是這一張三眼怪 這兩張都是早期遊戲王中 有著強大解鎖效果的泛用卡 三眼小女巫就是由黑森林的女巫與三眼怪 融合之後誕生的傑作 在融合之後三眼怪有了更多的人型特徵 攻擊力也來到了2100 可以說是可喜可賀 然後我們繼續往下看就會發現一個大意外 他居然沒有任何的效果 明明是用泛用的超強卡融合 然而卻直接變成了一個白板 因此被許多玩家稱作最悲劇的融合怪獸 如果三眼小巫師會說話 那他一定是想講 我要寫個慘字了 我要寫個慘字了 而在融合組合上令人無法理解的怪獸 其實還不只有第一張提到的音樂家的帝王 我們同樣來看到下一張 混沌的屋 這張牌曾經在動畫奶雅篇 城鎮內VS大綱的戰鬥中登場 大綱將光屬性的神聖精靈 與暗屬性的黑魔族的窗簾 進行混沌的融合 光是看到這個組合 正常人一定會覺得很問號 一個窗簾跟精靈 融合之後應該會是一個 穿著披風的邪惡精靈之類的 沒錯 如果他們融合之後就會成為 混沌男巫 Why 那先不說為什麼又是轉了性別 那全身上下到底哪裡跟原本的怪獸有關聯 是頭髮還是披風啊 攻擊力800的神聖精靈 與攻擊力600的黑魔族的窗簾 在融合成混沌男巫之後呢 有著1300的攻擊力 唯一的特色就是歷史第一個 是由光羽暗融合的混沌怪獸 許多混沌怪獸看到他都要叫一聲老大哥啊 那由於是混沌怪獸的老大哥 在動畫中製作組還是有給足面子 曾經用直接攻擊呢 造成了承擲鏈的傷害 黑色的食人鯊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張卡片呢 是使用到了三隻素材進行融合 也是早期少見的魚族融合怪獸 必須使用深海切割手 與長得像史萊姆的殺人烏尼 跟人魚樣貌的海員的女戰士融合 怪物史萊姆人魚的組合 那到底會誕生出什麼呢 嗯 原來是隻有手的黑鯊魚啊 三隻怪獸融合之後 攻擊力來到了2100 雖然現在來看不上不下 但是在當年卻已經是個令人驚豔的數值 不過如果當年有玩家被他的登場嚇到 一定不是為了他的攻擊力 而是驚訝三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為什麼最後會變成鯊魚啊 那這個原因我想 可能要問神奇海螺才知道啊 你為什麼不會問神奇海螺呢 雖然我們剛剛看到的怪獸呢 攻擊力都不是很高 甚至感覺好像是越融越弱 不過呢 融合當然也不是只會誕生弱的怪獸 也有可能會出現意外強炸天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一張 奧陸之王 在動畫遊戲龍GX的第九集 使用五尾熊怪獸的準人 在對決處於烈士的關鍵時刻 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 先前有送來了一隻強大的動物卡片 死亡袋鼠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張卡就如同網路上常看到的 袋鼠迷影一樣 是一隻酷似拳擊手的袋鼠 那肌肉真的是有夠大 準人決定呢 將自己的巨大五尾熊 與翔給他的死亡袋鼠融合 登場一個最強的 Australia Combo 大家可以看到 在兩隻怪獸融合後 這個體積是直接變兩倍以上的 好一個1加1大於2的融合 那其實遊戲王的融合怪獸 大多在融合之後的攻擊力 都是低於素材怪獸的總和 然而我們的OZ之王 AKA澳洲最強動物 卻是直接把素材攻擊結合 2700加1500來到了4200的超高攻擊力 這到底是在鬧哪樣呢 可惜的是有這麼強大的怪獸 最後也沒有給準人帶來勝利 OZ之王雖然在登場之後 就狠狠的一拳 把罪悍天使給擊碎 但最後準人還是被秀了一波反殺 回家洗洗碎 雙頭雷龍 接下來這張卡片 可以說是因為後期的卡片強化 才變成了一個搞笑的存在 這個怪獸的融合素材呢 源自早期的一張卡片 雷龍 雷龍可以藉由丟棄自身 來檢索牌組中最多2張雷龍 早期這張卡片呢 並沒有受到太多的矚目 然而在過了18年之後 雷龍被大幅主題強化 登場了許多關聯怪獸 有由雷龍加雷竹怪獸的超雷龍 以及三頭融合的雷聲龍 然而這個時候玩家們才發現 原來在早期呢 其實還有登場過 兩隻雷龍融合的雙頭雷龍 我們將兩頭雷龍融合之後呢 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張卡怎麼看都是單頭啊 Why 而且跟大家的畫風都長不一樣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造型 與名字實在是差太多 因此在動畫中登場時呢 變成了完全不同的樣子 估計當年官方在製作時 也沒有想過十幾年後 會重新加強這個系列 竟然讓雙頭雷龍重新被提起 那我想問的是 這個嘴巴到底是 好機械 告訴你 本物的技術 超魔導師 黑魔術師徒 OK喔 雖然融合怪獸呢 大家都喜歡 然而如果今天是黑魔導女孩要融合的話 那我就會非常的有意見啊 那如果是跟人形怪獸融合的話 那個怪獸就一定是必須實啊 雖然一直以來都是開開玩笑 不過就在2019年呢 卻真的誕生了一張黑魔導女孩 與其他怪獸融合的新卡 而且這個人呢 並不是別人 正是他的師父黑魔導 哎呀你看黑魔導這個 交魔法到底都交到哪裡去了 同為人形的兩個怪獸融合之後 到底會長成什麼樣子呢 啊 原來只是排在一起啊 差點就被你唬到了呢 K社 在兩人聯手之後 黑魔術師徒呢 有著2800的攻擊力 這張卡特別的點是 絕大多數的黑魔導融合怪獸 都是吸收另一素材怪獸的特色 成為全新的單體怪獸 然後這次的黑魔導師徒呢 就真的只是把兩隻怪獸排在一起 裝備上也沒有交換的元素 只能說呢 官方也真的很會拿捏設計啊 給我 OK 以上就是本期 既特別又意義不明的融合怪獸 只能說融合呢 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不僅有可能會讓攻擊力上升 也有可能讓怪獸變弱 那甚至是變成完全不同的東西 你自己又覺得哪一張融合怪獸最特別呢 都歡迎留言討論 未來還會登場更多遊戲王相關的影片 喜歡的話呢 再麻煩你幫我按個讚 並且訂閱頻道 希望今天各位開心 我們就下次再見吧